天24节气金哲彭启明 春雨频繁雷雨季节开始 今天是24节气的金哲 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 在脸书气象达人彭启明表示 直伏在土里的昆虫被惊醒 这是一个很有声光想象及万物复苏的节气 代表春天来了 他说习惯上过了金哲南方的暖湿空气势力开始成型 春雨会越来越频繁 甚至有机会带有雷电 雷雨季节也由此开展 通常台湾的第一次雷都在金哲之前发生 也曾5月才发生 代表冷暖空气势力气候特性的交汇时间点 今年早在1、2月也都有雷雨发展 今天虽然有降雨 但并未有明显的闪电落雷 他说这波封面及东北风 如预期在昨天下半天开始转变 晚上从北部开始转雨 目前主要雨是以中部以北为主 新北市的万里 瑞芳由于是东北角的迎风面 风向加上地形交互作用 持续有连续的雨势 累积已经破100毫米 多数地方是绵绵细雨 大约在30到50毫米 南部也有些零星的偶震雨 但相对于北部的持续绵绵细雨 明显较为稀疏 这波雨是将持续一整天 有机会在傍晚过后逐步缓和 当然南北会有时间上的落差 周五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这波封面云带除了水气 也带来冷空气 清晨台北市的低温也跌破14度 达13.8到13.9度 这样的温度配合上水气 的确有点湿冷感受 中部以北低温约在12到13度间 中南部15到16度 和前两天相比有落差 周五开始明显转晴回温 周六日天气更晴朗到下周一 迎封面的东北部到东部靠山区 仍可能偶有零星阵雨 但多数地方是稳定的天气形态 他说预期下周一晚上到周二 有道封面南下和这两天的水气 及冷空气变化很类似 下周二会有明显转变 下周三四才逐步缓回温 等于这一周会有两到三次的温度 及降雨的较大变化 台湾一年有多少闪电 他说去年台澎金马陆地 共侦测到158万次闪电 其中90%为云中闪电 对地闪电雷击占10% 发生15.8万次 过去统计上对雷击的意外事故 远比媒体报道的严重许多 更有许多遗憾的事件发生 要多重视 台湾一年有多少闪电 他说去年台澎金马陆地 共侦测到158万次闪电 其中90%为云中闪电 对地闪电雷击占10% 发生15.8万次 过去统计上对雷击的意外事故 远比媒体报道的严重许多 更有许多遗憾的事件发生 要多重视